这是一对连体双胞胎姐妹 姐姐叫阿灯 妹妹叫阿丽 从出生的一刻起 她们的头部从未分开过 已经保持了29年之久 除了头部相连以外 两姐妹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 她们喜欢化妆 爱穿新衣服 也喜欢跳舞 这29年她们过得很不容易 从身体上来说 两姐妹做任何事情都更艰难 比如自行车根本没法骑 其他小孩的玩具她们大都不能玩 睡觉时必须共同躺下 即便有一个人根本不困 然后再一同起床 一起洗漱 吃饭也得同步进行 隐私这两个资根本不存在 除了身体上的缺陷 旁人一样的眼光让姐妹俩时刻感到排斥 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百分百的回头率 即便这样生活了29年 甚至养父让她们上了大学 两姐妹还是无法接受路人一样的眼光 她们对生活都有各自的追求 姐姐阿灯想当一名律师 妹妹阿灯想成为一名记者 但出生就连体的她们根本无法追求想要的生活 分离手术成了两姐妹奢侈的梦想 这个手术难度大风险高 放眼全世界没有多少医生敢做 1974年 两姐妹在伊朗偏远农村出生 父亲约翰只是一个贫穷的农民 两个女儿在医院出生后 父母还没来得及跟两个孩子见面 医护人员只告诉她 你的两个女儿头部连在一起无法分开 然后就被医护人员抱走 自此一别就是22年 被抱走的姐妹辗转于各家医院 医生们没有见过这样的案例 连体双胞胎出现的概率大概是两百万分之一 医生想尝试分开姐妹的头部 但当时的医疗技术落后 她们根本无从下手 直到两姐妹成长到了三岁 医生们依旧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这对双胞胎的案例引起了国际医疗组织的兴趣 伊朗富商阿里也注意到了这对姐妹 并无条件收养了她们 通过养父的人脉资源 两姐妹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专家 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医生做手术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两姐妹再也无法忍受连体生活 她们比普通小孩少了太多幸福 一直到14岁那年 她们在德黑兰国际神经科学会议 认识了来自德国的神经外科医生萨菲安 她对两姐妹的案例非常有兴趣 回到德国后再次来到德黑兰 亲自观察姐妹的行为日常 经过一个月的研究 萨菲安给出了不太好的诊断 这对双胞胎的脑部有一条共用的静脉血管 由于脑部区域过度敏感 一旦进行分离手术 很可能导致大出血而丧命 这个消息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她们甚至收拾好行李准备去德国手术了 处于青春期的两姐妹 渐渐有了结婚生子的憧憬 除了个人医院想分离以外 两姐妹的身体出现了脊柱弯曲 随时都有折断的风险 为了以后的健康 她们不得不做分离手术 也就在这时 两姐妹跟养父的关系发生恶化 她们认为养父禁锢了自由 把自己与这个社会隔绝 经过多年的寻找 两姐妹在1996年终于跟亲生父母团聚 并在法庭上从养父手中拿回了监护权 成年后的姐妹得到了 伊朗广播公司网站的工作机会 但一个月的试用期后 她们直接遭到解雇 这件事严重打击了两姐妹生活的信心 她们自此下定决心 无论分离手术有多么大的风险都必须要做 要么分开要么死去 转机出现在2002年 两姐妹在网络上看到了 新加坡一例连体婴儿成功分离的消息 她们当即给主导的高医生发去了邮件 双方约定在新加坡见面 两姐妹从德黑兰飞了4000公里 来到了陌生的新加坡 身为神经外科专家的高医生 立即着手分析双胞胎的连体情况 她发现两人的头部出现了融合 姐姐在侵占妹妹的大脑 妹妹也在抢夺姐姐的大脑 彼此伤害着对方 虽然高医生有过连体手术成功的案例 但从来没有做过成年人的分离手术 对于手术的风险 高医生给出了相同的看法 两姐妹极有可能在手术中死去 大脑中间那条共用的静脉将是手术的关键 可即便知道这么大的风险 两姐妹对手术的向往没有任何动摇 她们早已厌倦连体的生活 现在压力全部给到了高医生 经过几个月的思考 她最终决定接下这对双胞胎的手术 可在接下来的检查中 高医生发现了更多问题 她们的脑压是普通人的两倍 这解释了两姐妹经常服用头痛药的原因 这个情况如果持续下去 她们极有可能中风 甚至出现视觉受阻禁而失明等症状 为了应对这次复杂的手术 高医生聚集了世界顶尖的专家团队 只为拿出最安全最合适的方案 在等待手术期间 两姐妹度过了29岁生日 她们幻想着下一个生日能独自度过 越是临近手术 两姐妹对分离的渴望就越发强烈 她们提前选购好了各自的衣服 一红一白彰显着自我的个性 两张单人床早已备好 似乎在提前宣告着手术的成功 两人对生死有过深入的讨论 如果这场手术只能让其中一人活下来 该选择姐姐还是妹妹呢 两人给出的答案都是让对方活下来 虽然现在极力想摆脱彼此 但姐妹间的情谊还是让她们选择了对方 在手术前一个月 她们接受了新闻发布会 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这对双胞胎的手术 这次手术的医生规模不仅庞大 技术也是世界顶尖 除了新加坡的高医生 另外有美国顶级神经外科医生 本卡森 以及另外三名神经外科医生 和两名血管外科医生 六名整形外科医生 以及八名麻醉师 总共组成了21人的医疗团体 两姐妹脱离养父后没有了资金来源 这场手术由新加坡莱佛市医院免费支持 手术前的高医生无比紧张 她知道这场手术一旦失败 不仅自己的医疗事业将受到质疑 更重要的是双胞胎的生命 她无法选择袖手旁观 如果只是因为难度大就不做这场手术 这不仅违背医德 未来两姐妹的生活更加无法分开 她们将在遗憾中度过一辈子 手术前一天 两姐妹给媒体留下了一封信 表达了自己多年连体生活的艰难 以及对分离手术后的美好向往 无论结局如何她们都不后悔 2003年7月7号 两姐妹正式开始了手术 朋友和媒体都在医院大厅等待最后的结果 按照计划 手术将在30个小时内完成 分离大脑共用的静脉 创建新的旁路静脉 尽管束前准备很充分 手术过程还是出了意外 大脑周围的静脉结构意外爆裂 在手术台上奋战了50个小时后 还是没能控制出血 医生们加快了分离进度 可脑内大量出血 还是无情地带走了这对姐妹 这场手术已失败告终 大厅外的人们依然在期待着手术成功 直到医生宣布失败的噩耗 一时间所有人都沉默了 高医生在手术后的24小时内神情恍惚 他倒在妻子怀里痛哭 内心充满了自责 两天后 姐妹的遗体被送回了伊朗 前来哀悼者挤满了小村庄 阿登和阿力连体生活了29年 他们一生都被连体所困扰 面对这场万分凶险的手术 他们毅然绝燃 明知自由的代价是生命 也未尝有过半分的后悔 愿他们在天堂做一对自由的姐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